大家好,我是學長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悶蒸的話題 那今天這個問題也是非常非常多學員一直很困擾 那是為什麼學長你的悶蒸看起來很膨脹 但是我就是沒有那麼顯著呢 那這會不會影響到我的充足呢 悶蒸是一個很重要的手充技術 但悶蒸的膨脹程度其實差異還是蠻大的 主要差異是在以下幾點 第一個部分是烘焙度 目前有非常多的咖啡店 採用的都是極潛烘焙 那這種烘焙程度呢 咖啡粉裡面的空氣呢本來就會比較少 就像你用高溫的水呢 或者是你們的技術很好 你粉塵的空氣釋放就是有限 就是不會太膨脹啦 那這也是很正常的 這個時候呢 只要你要確認你的咖啡粉呢 有正常的吸水 而且形成一個排列緊密的粉塵狀態 不會鬆鬆的 不會一給水就流光 也不會塌陷 基本上就算膨脹程度沒有非常的顯著 仍然可以做出好喝的咖啡 第二點 你的研磨度如果不正常的話呢 可能會導致你的 悶蒸膨脹不正常 如果你研磨得太粗 你的咖啡粉可能會來不及吸水 水就已經落到下湖裡了 所以你的膨脹狀況也不會太好 如果你的粉塵太細 在給水的時候呢 可能會有大量的水浮在你的粉塵的表面 導致於空氣想要往上膨脹的時候呢 卻碰到水 會過不去 導致於悶蒸失敗 因此呢你在換豆子換磨豆機的時候呢 還是要稍微調整一下你的研磨度 太粗或太細呢 都會使你的悶蒸不顯著 第三點 粉塵中心給的水太少 你如果在給水的時候呢 習慣比較平均的給水 就是內跟外圈的水都差不多 那就可能會失敗 為什麼呢 因為中間的粉塵是比較深比較多的 但你的給水卻不夠多 會造成你中間的粉塵排氣的時候水量不足 那空氣就會塞在你的粉塵裡面 所以你會覺得悶蒸的效果看起來不顯著 以上三點呢 都是學長比較常見到的悶蒸失敗的原因 所以第一點其實不太算是失敗 它只是烘焙度比較淺 第二點跟第三點呢 都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你在換磨豆機 或者是換粉的時候 要仔細觀察你的粉面 調整好你的研磨度 和你給水的範圍 才能增加你悶蒸的成功率喔 好以上就是今天190秒所有內容 各位如果悶蒸失敗的問題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你對學長的影片覺得不錯 有幫助的話呢 也請你訂閱學長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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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